10顆裝泰國白蛋 標價125元 你沒看錯 這就放在北市知名料販賣場架上 讓民作錯二 政府專案進口的蛋 為什麼還這麼貴 這太貴了 我不會買 我可能會買國產的吧 七八十塊 一百多塊 上次買是一百塊 就覺得好像有一點貴了 覺得應該是不會買 料販店國產牧場蛋 價格80到90元破百都有 荷包吃不收 想改買政府進口平價雞蛋 但這批泰國蛋實在太貴 不是通過農會 是透過廠商這邊 去做這個進口蛋的部分 那因為是我們這邊進行進口 所以我們還是要去收 包含關稅的部分 包含洗衣廠這些費用的部分 所以價格會較高 曹德政府上映月 補貼運費關稅 業者自行進口難壓低成本 但但價之外還沒完 傳出一名北部代行業者透露 進口雞蛋席選包裝後 照合約出貨 一盒可賣68元 但有業者會挑出大顆 品質好的另外包裝 賺取高額差價 等於把官方的蛋 當成自己進口來賣 目前是沒有耶 因為如果說它洗成盒裝蛋 盒裝蛋都會有規範 它比如說一盒 大概就是600克 正負10%上下這樣子 所以它也不可能真的 洗很小顆的裝盒裝蛋 去給賣場 相對是已經比較穩定了 但是並不是說比較低 對此農委會表示會去了解 不過也澄清專案進口蛋 調度都有管控機制 不太可能賺到差價 國內美合約落在68到72元 而目前國內每天生產 11.35萬箱雞蛋 吸血量提升到2125萬顆 讓傳統蛋行價格也回穩 美金52到65元 評價蛋回歸市場 民眾購買時可得睜大眼睛 仔細挑選 歡迎新聞長 黃宣白飛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